无上的荣耀 比拿总冠军都难 盘点NBA退役后 可能被立雕像的现役球星 第十位 詹姆斯 哈登 概率1% 哈登的职业生涯里 绝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火箭度过 而他的各项荣誉 基本上也都是在火箭时期所拿 在离开火箭之后 他只在2021年入选过一次全明星剔谱 然后就再没有拿过其他荣誉 毫无疑问 哈登对于火箭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在火箭时期拿过三个得分王 两个助攻王 还有一个常规赛MVP 尽管没有拿到过总冠军 但他还是以这个身份入选了 NBA历史75大巨星 但被立雕像这个事 不是看你的贡献如何 这是人情世故 你必须得跟球队老板关系好才行 跟老板关系不怎么样 就算是立下天大功劳 也不会给你立雕像的 当年哈登离队时 跟火箭直接决裂了 而他在之后 也是多次在公开场合 表达自己对于火箭的不满 虽然现在他在退役时 有可能重回火箭 他的球衣可能会被火箭退役 但立雕像这个事 应该是不可能的了 第九位 杰森 塔图姆 概率10% 凯尔特人是一支 历史十分厚重的球队 塔图姆说实话 贝利雕像的概率并不大 因为组上实在是太阔绰了 历史上 凯尔特人一共17个总冠军 和胡人一同并列为历史第一 想要在凯尔特人贝利雕像 你必须得有极大的荣誉才行 一两个冠军是不可能的 目前凯尔特人一共就只有三座雕像 分别是红翼主教奥尔巴赫 以及大鸟伯德和比尔拉塞尔 每一个都是想当当的人物 而塔图姆目前一个总冠军和MVP都没有 就现在的荣誉而言 退役之后 能不能被退役求一 还是个问题 但本赛季凯尔特人的战绩 目前排在联盟第一 实力非常的强悍 有很大的机会 赢下今年的总冠军 如果塔图姆能够带队 拿下两到三个总冠军的话 那么作为后凯尔特人时期的领袖 他也很有可能被利雕像 第八位 拉塞尔 维斯布鲁克 概率50% 老球迷应该都知道 雷霆队的前身是西雅图超音速 但是雷霆队并没有继承超音速的历史 严格意义上来说 雷霆是一支在2008年成立的新球队 所以他们的队史是十分薄弱的 而威少曾经作为雷霆队的领袖 他可以说是为球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并且当初威少在离开球队时 是和雷霆队和平分手的 二者之间并没有矛盾可言 威少在退役时 大概率也会选择重回雷霆 落叶归根 雷霆给威少退役球衣是100%的 立雕像也是有很大概率的 毕竟家底实在是太薄了 并且雷霆队总经理 也多次公开说威少是队史第一人 立雕像这事不是完全没可能 第七位 卢卡 东契奇 概率50% 在独行侠的队史上面 只有诺维斯基一个人被立了雕像 那是因为他为独行侠带来了 对史上唯一一座总冠军奖杯 独行侠的老板马克库班 是一个重情义的人 他对于球员的待遇是非常好的 虽说他现在已经出售球队的大部分股权 但库班仍然保留着独行侠的经营权 而对于东契奇来说 只要他能够带领球队拿下一次总冠军 就算他以后可能会加盟其他球队 只要他不跟球队发生矛盾的话 那么库班100%会给他立雕像 我想这一点 很多球迷应该都会达成共识 所以东契奇想要背立雕像 那么一个MVP和一个总冠军就可以了 第六位 乔尔 恩比德 概率60% 本来恩比德是基本没什么可能背立雕像的 但本赛季他又完成了进化 本赛季恩比德场军可以得到 35.1分 11.4篮板 5.9助攻 和1.9盖帽 而且76人的战绩也不差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恩比德本赛季依然还要包援 常规赛 MVP和得分王 但如果光是这些荣誉的话 在76人这种历史辉煌的球队里 还算不上什么 但每一个球队的情况都不一样 76人是一个十分热衷于给球员立雕像的球队 历史上一共给7位球员立了雕像 除了艾弗森之外 凡是在76人 有过辉煌成绩的球员 几乎都有 所以恩比德只要能够带队夺冠 100%会有他一座雕像 就算是夺不了冠军 恩比德在那一些小荣誉 也是有机会被立的 第五位 尼古拉 约基奇 80% 绝金虽然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球队 但绝金组上确实不怎耀眼 在F17的时候 绝金队是拿到过一次总冠军 但自从跟NBA合并之后 他的这项荣誉就不算了 所以约基奇上赛事拿到的这个冠军 就是绝金队史上的第一座总冠军奖杯 而且绝金不光没有总冠军 他们甚至连一个MVP级别的球星都没有 两次MVP还都是约基奇拿的 毫无疑问 约基奇就算现在原地退役 他也是绝金队史第一人 被立雕像的资格已经有了 只要约基奇不作死 和球队发生矛盾 退役之后有很大概率会被立雕像 那为什么不是100%呢 原因就是因为老板太抠门 不管是前任老板克伦克 或者现任老板小克伦克 都是吝啬鬼 邓肯就是因为老板太抠门 所以他现在还没被立雕像 第四位 字母哥 概率90% 熊鹿同样也是一支历史悠久的队伍 在熊鹿队的队史上面 一共就获得过两次总冠军 一个是1971年假扒带队获得 另一个就是2021年字母哥带队拿到的 毫无疑问 作为两届常规赛MVP得主 以及获得了队史维尔总冠军的球员 字母哥都有被立雕像的可能性 而今年熊鹿的阵容完整 并且实力也是非常的强 字母哥很有可能会再次拿下总冠军 目前熊鹿队体育场外 还没有纪念任何球员的雕像 如果字母哥能够再次拿下总冠军 或者是常规赛MVP之类的顶级荣誉 那么字母哥很有可能会成为 熊鹿队史上第一个被立雕像的球员 第三位 斯蒂芬 库里 概率100% 对于勇士来说 毫无疑问的是 库里就是勇士队的队史第一人 队史上四座总冠军奖杯 全是他拿的 勇士队不给他立雕像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而且勇士队的老板也不差钱 最近这几年勇士队的奢侈税 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高 截至目前为止 勇士队球馆大通中心台阶前 只有一座雕像 不过雕像的主人是 前旧金山华裔市长李孟贤 所以目前勇士队还没有为球员立过雕像 库里一定会是第一个被立雕像的球员 而且勇士老板很有可能不止会立一个 他很有可能将追梦格林和克莱汤普森 三人一起摆在大通中心的门口 第二位 勒布朗 詹姆斯 100% 詹姆斯退役之后 贝利雕像的事 也是100%肯定的 詹姆斯作为骑士的队市第一人 为骑士队拿下 队市上唯一一座总冠军奖杯 詹姆斯实现了 自己要为家乡夺冠的承诺 并且詹姆斯还让骑士队的老板 身价翻了十几倍 并且詹姆斯还为特利夫兰这座城市 带来了几十亿美金的经济收入 为这座小城市的经济发展 做出巨大贡献 不仅如此 詹姆斯在回馈家乡方面也从不吝啬 他在家乡俄亥俄州阿克伦市建立了一座公益学校 为阿克伦的孩子提供教育支持 等到他退役之后 就算骑士老板不给他立雕像 克利夫兰的人民都得给他立一座 第一位 凯尔 洛瑞 百分之一千 很多观众看到这里估计都会纳闷 因为洛瑞对比这份榜单中的任何一个人 都比他们相差甚远 洛瑞之所以能够排在第一的位置 是因为他已经有雕像了 就在猛龙队的球馆门前摆着 洛瑞也是NBA历史上唯一一个 还没有退役就有雕像的球员 当年洛瑞在离开猛龙的时候 猛龙老板亲口承认 洛瑞是猛龙队市第一人 为了感谢洛瑞对猛龙队的付出 所以在猛龙队球馆门口 给他立了一座雕像 并且多伦多市的市长 还将4月4日定位了凯尔洛瑞日 虽然做工看着有点操 但这也是猛龙队于他的认可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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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